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Enlightings Education 每周六的教育现场 我是Enlightings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ey 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Holiday Season了 同时距离大学申请的截止日期也越来越近了 处在申请期的同学们也在拼命地完善自己的大学申请表格 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掉进申请过程中的陷阱里 让你的申请质量大打折扣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怎样才能避开这申请中的常见陷阱 和如何提升你的申请成功率 今天讲座的分享人士有着七年大学规划和申请经验 并且也是我们的Senior Consultant陈老师 来给我们一一讲解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不太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 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三藩市 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状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大家如果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陈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这是今天的agenda 今天的话首先会破一遍 这个college application的一些component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在大学申请的阶段 比较容易犯的十个错误 当然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错误 但是时间有限 今天分享十个比较常见的错误 那包括说怎么去fix他们 那最后的话呢 会给大家有一个progress checkup 也就是说你如果申请多少个学校的话 要申请一些什么样的学校的话 现在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然后最后的话你还需要有些什么事情要做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application component 那application的话 有的大学它有自己的application system 像UC这样 那有的大学很多大学的话 大家知道他们会用到这个common app这样的一个platform 那也有coalition 那每一个大学申请的这个system 它其实都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的东西就是这几样 首先是personal information 就是说你要在application form上面填你的个人信息 第二点的话就是campus and major 比较比如说像UC的campus and major choice这个section 是一个它主要的部分 那如果是其他单独的学校 在common app上这样的学校的话 它会有一个这个college page 在上面的话你需要选择你的major 然后它上面有这个每一个college要求的supplemental essay 那这个academic history 是也可以说是transcript 那有的学校的话 它是需要学生自己做这个self report 像UC啊UIUC啊CSU这样子 那有的学校的话呢 希望学生的话是寄去你的official transcripts 这个是从你的高中直接寄去大学 那activated section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主要是学生在课余时间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有没有跟专业相关的 有没有volunteering 有没有一些talent 那然后就是essay的部分 也是我们这个学生们最头疼 最花时间的部分 对consultant来说 这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工作的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那很多像我自己的学生 我们从六月份就已经开始开始在做essay了 那最后的话是submission 那submission的话不光光是说 我这个application我交完钱 然后我就万事大己了 其实后面的话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关注它 那这个话我们会之后的话 其实会提到这个submission之后的工作 那话不读说 直接从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开始吧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很多小朋友很多家庭 他并没有去了解过学校 并没有去过any college tour 或者是像现在的话 因为现在college tour全部取消了 到我们以前秋天的时候 会很频繁的看到这个guided tour 已经取消了 那他们现在是offer这些virtual event 那这个的话 很多孩子他是没有参加过任何这样子的活动 那他申请学校的目的的话 他申请某一个学校的原因可能是 这是一个非常popular的学校 这是一个他的classmate都会去申请的学校 比如说UC 那或者说这个学校是从小给他灌输了一个 OK这是如果你要选engineering MIT是最好的学校 所以他去申请MIT 那这个其实很常见 就是说各种渠道听来的消息 然后最后说我非常盲目的去选了一个college list 那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一个是demonstrated interest 这个东西的话是你对学校的兴趣 这个是学校很看重的东西 那其实不管 不光是我们说的Ivy 像Universal of Virginia这样子的学校 排名在20多到30之间的这种学校 他其实也很care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他会想知道说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学校 你了不了解我们学校的system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进入大学以后 你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college life其实是非常challenging的 那你这个学生的话 你知不知道说你自己能不能take这个challenge 所以你的demonstrated 然后另外的话 它还会关系到这个学校的yout 那这个的话 就是学校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的话 说实话 当你sign up your college tour 或者是一个virtual admission event的时候 你的记录已经留在学校了 当你用同样的email 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你的学校 你这些information 当你sign up这个tool的时候 你需要provide这些information 你的information已经在它的system里面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学校是不知道的 那另外的话 就是说你去这样子的一些college tour 这些admission event 你可以了解到很多 你在它的网站上面 找不到的一些信息 包括说有一些比较competitive的专业 它的录取的GPA 有的学校会放在网站上面 有的学校可能它并不会放在网站上面 那另外的话 有一些学校像 上个月的时候 我自己去了这个scu的一个engineering tool 非常有意思 它的拍摄的方法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是 现在都是virtual 都是zoom meeting 那它在给你看这个 给你讲解 它这整个engineering program 它同时在放一个video 它的感觉好像就是说 你在做一个college tour 然后你有一个guide 在给你讲解 那这个词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 对这个学校的program 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 那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 尤其是学生自己 应该要去sign up 这些virtual events virtual events的好处是 它的次数更频繁了 而且对我们学生来说 对我们家长来说 你不用说可能要请假 然后要飞到某个学校那边去 要去做一个tour这样子 而且你很容易安排时间 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section 那很多学校 而且很多学校 它现在开始做一些collaboration 比如说几个礼拜之前 像columbia brown mit emory 这几个学校和在一起做了一个webner 所以在里面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的话 就建议大家说 你不光是选学校的 而且你要知道说 你选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不光是它的名气 不光是它的排名而已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哎呀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这个 这个中国家长 这个华人家长 parents OK parents在整个的college admission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见过各种 OK 有完全hands up 就是不管 就是那小孩子是本身是比较 比较 比较driven的小朋友 那他的time management非常好 那也有这个parents 是非常非常的involved involved到 他可能会去帮小朋友写他的essay OK 这不是开玩笑的 那或者是说 他会直接来meeting里面 告诉小朋友说 你要写什么东西 OK 那parents 首先一个你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第一 你不要去contact admission officer 这个不是parents应该做的东西 如果说您的孩子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说对他的录取结果 比如说明年的时候出结果 对录取结果不满的话 他需要有什么疑问的话 这个一定要小朋友 自己去联系学校 那这个的话 我特别提出来说是 因为我看过一些 以前的admission officer写的书 或者是一些采访里面 都有提到说 这个家长contact college admission的问题 那这个是 其实对他们来说 对大部分的admission officer来说 他们是非常反感这个做法的 你的孩子已经要上大学了 你连contact admission officer 这样的事情都要父母来做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fill out application 这个是帮学生去填表 你可以做的是什么 你可以做的事 你可以坐在他旁边 你可以帮他check information 但是这个事情 提到application的这个事情 请你的学生一定要自己完成 那最后的话 这个是asset writing 刚刚有提到一点点 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 我会有特别提出来讲 等一下讲到asset里面的mistake的时候 就是帮学生写asset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做法 那你能做的是什么 首先一个是 你parents 你可以去提醒学生说 你要check他的progress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已经做到哪里了 当然你的语言上和方法上面 你可能要比较适合一点 因为senior 这个12年的学生 本身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那你需要提醒他一下 你这个deadline是不是要到了 你现在已经做到什么地方了 还有就是说 在很多的application上面 会有这个parent information section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请这个parents和学生 最好要一起work 因为它上面可能会牵涉到 parent的工作经验 牵涉到父母的这个学历 那这一些的话 需要家长和学生一起完成 OK 这就是parents在整个 college admission里面 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和你完全不要做的事情 OK 第三个的话 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坑 很多孩子的话 或者是家长 他会觉得说 哎呀 某一个major他可能会 比较容易进 比较less competitive OK 那我要不然 我就申请那个major 或者那个school 比如说有的学校 他可能是admission by school 那这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呢 因为我们见过说 其实每年都有这样子的学生 他的所有的activity都是非常有指向性的 比如说engineering OK 比如说去年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学生 他的activity大概都是跟bio相关 然后那但是他最后的application 他没放的那个major完全跟他的activity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想告诉admission office有什么 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是跟a major有关系 那你现在的话你要申请一个b major 所以admission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说那个b major比较好进 对 那这里面的话 在学生选这个major的时候 首先你要问自己说 你是不是适合说你的选择这个application上面的这个major 你以前做过的事情跟他有没有关系 你是不是有那个说服力 OK 让admission officer觉得 OK 你是一个good candidate 那最后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进这个b major 但是实际上你的真爱是你的a major的话 你如果进到了b major以后 你能不能进你的真爱这个a major 是不是很容易的做transfer 我记得在我们之前做那个engineering讲座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讲到说 berkeley的这个transfer 就是internal transfer 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学engineering 但是因为这个太competitive的关系 你去了letters and science 你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你才能够transfer去这个berkeley的engineering 那结果是这个事实是非常艰难 对 所以当你要做一些这样子的选择的话 你需要问一下自己说 那我到底能不能从这个 我不要的这个major去到我要的major 那不行的话 但是你的profile又不是那么的competitive的话 那你在你的schoolist上面 你可能就要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是一个技术活了 其实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 第四个错误的话 很常见的一个错误 这个是在我们的学生们 在这个填他的application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哎呀我的季节力很好 我真的记得说 我到底上过些什么课 然后呀 那这个话可能 首先一个 如果你是全A的学生的话 你在申请UC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会稍微小一点 因为你都是全A嘛 然后UC的话 而且UC application上面是 straight A straight B OK没有plus minus 那很多的时候 你需要report你所有的grade 那你的B啊你的C呢 你真的能够全部记得吗 其实每年都会有学生犯这样子的错误 那还有就是说 一些plus minus这些细节的话 那很多application它其实是要填plus minus 那这些的话是不是跟你的transcript是完全一致的 那你不要去相信你的记忆力 OK这个时候不是你相信你的记忆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你去相信你的学校print出来的transcript的时候 那所以这个的话一定是在像senior year 刚开始的时候最好就是说 你就会有一个copy在你的手上 我知道很多学校的话 像有一些学校做的比较好 它在senior year一开始的时候 会给学生发一个这样子的package 包括说它的transcript 包括说它的class ranking 那有的学校它可能没有做到这么 这么好的service 这么好的conferencing service 那这个时候学生的话 就是要去学校去要一份这样子的transcript 当然如果你可以从学校的网站上面 直接download的话也是可以 OK当然我会建议学生去要一个copy 这样子的话你会比较 你会知道说你被学校送过去大学的这个transcript 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然那个不是official的 对学校给你的download不是official的 你不要那个东西是不可以寄去大学的 OK那个只是你填application的时候的一个reference OK第五个 那第五个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fake activities OK 有的孩子他activity不是很多 他可能会想出一些东西来 那有的孩子他其实已经有不错的activity了 但是他觉得说我还不够好 我可能要一些advanced的东西 要把我看起来让我看起来比较fancy一点 那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以前发生过 有一个小朋友 当然不是我们公司的 但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朋友 他申请一个pre-map program 然后在上面写了 他在某个国家的急诊室 做这个hands-on experience 做一些intern的一些经历 那他最后在interview的时候路线了 OK 那这个结果 大家也可想来 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 学校是会去查你的这些背景的 当然他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去查 他也没有这样子的人力和财力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每年都会有学生被查 你不知道会不会是你 OK 当你如果真的被查的话 他可能会去联系你的学校 你的high school 可能会去联系你的老师 可能会去联系某一些organization 这都有可能 所以不要抱着侥幸心里说 OK我要把我自己包装的更fancy一点 用一些假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去 第六个的话 是这个description of your activity 这个就是我们在report activity section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忽视的一些东西 那activity section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application 它的activity section 给你发挥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因为字数的关系 那UC的话是一个特例 UC的activity section是最复杂的 OK 就像写小作文一样 一段话的小作文这样子 有一些学校的可能 它的writing supplement 差不多就是那个长度 那在做这个activity section的时候 那很多孩子的话 它比较常见的一些错误 是写的东西非常的general 没有突出说这个小朋友的一些亮点 那其实在做这个activity description的时候 首先一个 你要想到是虽然它很短 但是它并不是很简单 OK 你需要再短短的50-60个字 然后UC的长一点的话 大概70-100的样子 在这么短短的一个空间里面 你需要提供一个非常精准的 而且能够体现你的value的一个description 那在做这个的时候 首先一个 如果你的这个activity是有一个measurable result 比如说你做了一些fundraising OK 那你就要写说 OK 我fundraising 我的结果是多少 那包括说你的fundraising 你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 你要加上去 如果有一个比较specific一个用途 稍微要具体一点 比如说 你可能在某个volunteering club里面 很多孩子他会直接就写一个说 volunteering at school events OK 在学校的一些event里面做volunteer 那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event 那很多event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指向性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有的它可能是跟academic有关系 有的它可能是non-academic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你需要把它变得具体 尤其是如果你的activity 你的做这些event 是跟你的major相关的话 那你更需要去让学校了解到说 这个东西是体现你的一个interest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非常需要技巧的一个 一个section OK 那下一个的话 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consultant也是每年非常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部分 essay essay的话呢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essay的部分 因为这个真的是参差不齐啊 先不说学生的read this skill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去认识一个人的一个过程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其实是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帮很多学生 他其实找到了自信 说实话 就有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年龄的关系 而且因为这个high school student 他的这个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还没有结束 对 因为他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成熟 要在24 25岁的样子 所以他的这个高中阶段 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成熟 在思想方面 大部分学生 OK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会从某一个事情里面去看到他自己 他很难去把不同的东西把它联系起来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痛苦 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那也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也知道说 这个部分是很难的 而且很多家长他找consultant的目的 就是说 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小朋友看他们的asset 那我今天的话会gover三个跟asset有关的问题 那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的话 非常多的学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的asset看起来像一个resume 你的asset好像看起来是一些简历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说UC的话呢 有八篇八个题目你要选四个 UC的第一个是什么 leadership 然后UC的第七个是什么 第七个是volunteary 这两个asset都是非常非常犯错误的地方 这两个asset是学生最容易把自己的asset写成简历的地方 因为一提到leadership学生就开始了 就开始把他的所有的作为一个leader 做过的事情把它揉成了一篇asset 包括说那UC number seven volunteering的话 他把他自己做过的事情 OK 这个community service 各种 或者是在某一个organization做的各种volunteering 把它放在一起变成了一篇 变成了一篇非常枯燥无味的asset 怎么fix他呢 那你每做一个activity 你的leadership 比如说你的leadership 你的motivation在哪里 你到底想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OK 我们知道说你作为leader 你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responsibility 可能但是你有没有那个一件或者两件事情 是让你真的学到东西 或者是真的让你去improve你的leadership skill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做完了它以后 你对作为一个好的leader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 OK 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volunteering essay 那你在做volunteering的时候 你的确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比如说tudering OK 你可能tudering了很多很多小朋友 那每一个你tudering小朋友都是不一样的 你tudering他的时候 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mindset 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strategy 去tudering这样一个小朋友 那tudering一个English learner 和tudering一个ABC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OK 那你的strategy在哪里 你的想法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内容 而不是说 OK 我今天tudering这个 我明天tudering那个 然后我九年级tudering多少个人 十年级tudering多少个人 这个并不是我们想看到 这个可能会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activity description里面 你tudering多少个人 在你过去的三年里面 你可能tudering50个学生 20个学生 whatever 那这个的话就是你的measurable result 在你的这个activity section 但是在你的volunteering 如果你是写essay的话 写到了这样一个事情的话 这不是你应该写的东西 OK 那下一个跟essay有关的话 就是你的essay非常的general 很明显的一个错误 这每个学生都会犯到 就我见过的 writing skill 非常强的学生 也犯过这样子的错误 比如说 想学生物的 以后想学这个 想进medical school的学生 他可能会写说 I want to save the world I want to save human beings 我要这个拯救世界 拯救全人类 我要研究出一个什么东西 来要怎么怎么样 OK 这个东西没有错 它不是一个坏东西 但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 OK 这个话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说 但是为什么你想去 去medical school 把你的八年放在 这个medical school里面去学它 那这个你的motivation是什么 你的inspiration在哪里 那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很多学校 它有这个东西叫做 Why us essay 就是你为什么要申请我们学校 你为什么要申请我 这个major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学生们就开始了 因为你们学校的 这个CS program 是这个top one top two whatever 就是one of top OK 那admission officer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 你为什么喜欢我们的program呢 因为它好 我也知道它好 那还有就是说 你为什么想学CS呢 这个CS is very flexible 它可以 solve很多的problem 这个 我可以 我可以说我的creativity在CS OK那么问题来了 你如果觉得说CS这个东西 可以show你的creativity的话 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比较creative的project 跟CS有关系 你要去怎么去证明说 你是真的喜欢它 你是有做过很多 跟这个major有关的东西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在你的essay里面 为什么我们说 需要学生去找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 然后去做一个personal connection 而不是说泛泛的说 OK这个学校很好 这个major很棒 OK 第九个的话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有遇到过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问题发生 其实我本人是非常不愉快的一个体验 其实对任何consultor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 就是说学生的essay被过度的edit 包括说有代写的情况出现 首先一个 我知道很多学生的话 他会把他的essay和很多的人分享 就是他除了他 比如说他有一个consultant 像我们这样子consultant 那他可能会把他的essay 给他的学校consultor 给他的英文老师 以前的英文老师也好 现在的英文老师也好 或者是他的同学也好 或者是他的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也好 我一般会告诉学生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麻烦你把我给你edit的这个version 和你和其他人share的这个version分开 你可以我不能阻止你share你的essay给别人 但是请你有两个version 一个是你只跟我work的这个version 另外一个是你去跟别人share 你想要20个人30个人去read an essay whatever your choice 但是最后submit 你要submit哪一个也是你的决定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这是我的opinion 而且我会专注在学生自己的原汁原味的essay上面 他还是他 但是essay肯定是比他的first draft要好 我有学生他把他的各种不同的人 ad it过以后的essay给我看 然后我想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这个essay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不是你 ok 那另外一个话 第二个问题是 学生的家长非常involved在这个writing process里面 这个问题非常大 因为为什么 我so far 当然不是很多 不超过五个 ok 但是我见过 我自己的学生 之前有一个 其实还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小男生 一个很乖的一个学生 他的essay交给我 我看以后我想说 我说 你这个essay没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写不出来 你的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business的想法 对 那我问他说 你这个essay好像不太对 他也很老实 他说 ok 这是我爸写的 我说 你觉得说admission officer他看不出来吗 admission officer他每天要看很多很多essay 而且他们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 如果这个essay不是学生写的 尤其是他是一个adaptor的 他非常容易看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是得不偿失的 ok 这是得不偿失的 你的essay 需要说 他看起来是你写的 是跟你的其他的部分 跟你的application其他部分是consistent 什么叫consistent 比如说 有一些人他会 这个尤其是国内的一些中介 他会过度的去added这个学生的essay 那 结果就是说 一个可能托付只有大概七八十分的学生 他的essay写的非常的滑丽 ok 这个你觉得admission officer看得出来 当然看得出来 包括说有一些家长直接上手写的essay 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家长 他其实并没有接受在美国的一个教育 当然你可能在平常会觉得说自己的英文 其实对自己英文还是蛮自信的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当你如果真的想去写你的小朋友的essay的话 你要想到说他们的用语 他们的习惯和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是家长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ok 最后一个错误吧 对这个是application结束以后 在你交掉他以后 在你付了钱以后 其实你的application还没有结束 ok 第一 确定你的这个payment 你这个application fee 是学校收到的 这个以前发生过 而且是UC 我的一个学生 他只是最后一天交的application 当时一切都是正常 但是第二天 我们再login进去他的这个application的时候 发现他的payment没有go through 他的paymentUC没有收到 所以当下你必须要马上联系UC 然后再去跟他们找一个解决的方案 或者说再去重新做一次payment 那这个的话 其实会是很多家长和学生会忽视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credit card啊这也好 或者怎么样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是 你要确定说你所有的document 全部有submit 包括说学校老师的recommendation 包括说你的transcript 包括说你的SAT score 如果有的话 今年对今年来说 你的你的这些material全部有submit 另外的话就是 如果你的application 有一个supplemental application的话 比如说很多nursing school 很多的这个art music 相关的这个major architecture建筑学这些 他会有一个additional application 那有的时候他的deadline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他的deadline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的话 学生还要去自己去follow up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需要非常频繁的去check自己的email 比如说你可能有missing document 比如说学校可能会invite你到一个做一个admission interview 这都是他们会通过email的形式来通知你 OK那最后的话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 但是希望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小朋友 不要在他们的social media上面发表一些过激的 这种有比如说歧视的倾向的一些言论 一定要谨言盛行 为什么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national counselor organization 他做过一个survey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mission officer表示 自己会去看学生的social media 就是你的这些申请人的social media 包括说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各种这个pinterest这样子 现在还有抖音嘛 对不对 各种social media 他会去看说这个学生到底是他在他的personal life 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是很容易从你的social media里面体现出来的 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提醒学生 要确保他们没有在social media上面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OK 包括说去bullying别人 OK 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 OK 那最后的话 给大家一个wrap up 那这边的话 现在其实现在已经十月中学了算是 是application在如果如图进行的阶段 那十月份开始已经开始非常疯狂的开始做一些workshop 那首先一个 你的孩子现在在哪个阶段你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学生的话 早就开始这个con app的过程 如果你有EDEA这些学校的话 十月初差不多就那个时候 就那两天要du的学校就是大概还有三个礼拜 还有三个礼拜就du了 你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说现在的话 我觉得如果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的话 应该是 这些学校的assay如果还没有finalize的话 但是至少你应该是一个good shape ok good shape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的content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还要需要继续的做一些polish 另外的话 如果是EAEDSchool的话 你的application form 像common app 这样的application form 你应该是已经填好了的 ok 那当你的assay完成了以后 你马上可以送出去 那你的document 其他document已经有送出去的 ok 那如果你是要申请十所以上的学校的学生的话 你现在这个阶段 两三所学校应该已经搞定了 我说的是如果有十所以上的regular的话 ok 不包括EAED regular decision的话 你现在两到三所应该是要搞定了 ok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你要去确定你的这些transcript 你test score 你的letters of read 已经全部到位 你的老师已经答应了 可以帮你写这个推荐信 我今天下午你的一个学生 他还没有跟他老师talk 两天前刚刚签进来 然后我说你的recommendation 哦 那还没有跟老师说 我大家知道找谁 我说那你下个礼拜就要去跟老师说 因为老师 很多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忙的 那尤其是你也 他可能有很多推荐信要写 那有的老师他可能 他自己会有个 如果说我今天 我每年只写二十个推荐信 你去完了就没有了 ok 那总的说来的话 当一个学生进来以后 你的整个application 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 对我来说 我可能会跟学生做到说 首先你要有一个etake 最后 然后我们会需要 一个school list 这个整个的 这是整个过程 那material preparation 这个就是说 你的这些document 你需要去跟学校联系也好 跟你的老师联系也好 包括说call the board 你要去send这些东西 如果有supplemental material的话 你要去准备它 比如说你可能想写一个resume 你可能想submit一个art portfolio 这些东西 这是你需要去准备的东西 那essay editing peer review 这个是在这个非常time consuming 的这个essay editing过程中 我们需要 这个不光是我自己要去看 学生的essay 我还需要我的同事帮我一起看 ok 我需要extra pair of fly dice 那最后的话有一个application review 这个的话是一定要做的 application上多多少少都会有错误 我so far还没有一个学生是整个application 做下来完全一个错误都没有 最后的话就是submission 和你的admission整个结果下来以后 他其实还是很多学生会需要一个support 比如说他可能在waitlist上面 他需要写这个waitlist letter 那有的学生的话他可能收到了不同的offer 他需要做一个决定 ok 这都是一些比较大的decision 那所以这个整个的话加起来是一个 college application的过程 那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错误的存在的点 ok 那而且这个整个的过程下来的话 像好多孩子的话 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话 可能6月份7月份就开始了 他整个过程会比较smooth一些 那比较晚来的小朋友的话 他可能会有很多decision 你需要rush 你就你会觉得说 ok我schoolless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 差不多 ok 那essate的话 你如果比如说你提前两三个礼拜 找了一个consultant说 ok我要看我的essate 我实在写不出来了 那这个back and forth的过程 你如果只有两三个礼拜的话 其实时间非常紧张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学生他觉得说 ok我已经写了一个draft了 那我需要一个consultant来看看 consultant一看说 你这个东西完全不能用吧 我们rewrite吧 这个就很尴尬了 你没有那个时间去非常精确的去polish 你的essate 那可能只能做到一些比较基本 比如说你content没有问题 你的direction没有问题 ok 那你的essate的话 整个flow的话至少还smooth ok 那所以根据学生进来的时间的不同 我们能做的其实也不一样 所以他的结果其实也会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的时候 家长学生们自己真的是需要掌握这个进度了 那最后一点 千万千万不要把你的东西 你的这些application也好 essay也好 whatever也好 留到 留到last minute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尤其是那个application system 它有可能会cratch ok 好的 好的 谢谢陈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是这个Q&A部分 第一个问题 where can we find college tours and admission events information 这个在学校的admission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page上面都是有的 非常明显可以看到 下一个问题 成绩单上更多的A plus的学生 在录取时有没有更多的advantage 从GPA上看是没有的 而且有的学校他并不会算plus minus 对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的transcript上面 有A plus 但是在填申请表的时候 你还是填你正常的grade 然后他会给你算出来GPA 下一个 除了学校老师的三封推荐信外 还可以提供校外的推荐信吗 可以的 这个的话就是建议每一个学生他需要做一个checklist 那有的学校的话他会有 允许学生这个加这个叫optional ladder 这个的话可以是你的可能是你的sports team的coach 可以是你的你如果做过part time job的话可能是你的supervisor 或者是你的volunteering的地方的supervisor都可以 就是校外的这种 或者是像我之前有学生的话他用过这个他做research的时候他那个lab的professor的推荐信 对 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10年级的学生可以填大学表格吗 如果可以是否可以从头到尾走一遍流程 这是肯定不行的 这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说你能够达到学校的对课程的最低要求的话 你从理论上是可以填大学表格的 嗯嗯嗯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跳级的学生对吧 就是已经在10年级完成了高中的所有学分 对 好 另外一个 好 给家长问啊 这什么是高的GPA 哦 完分 哦 这个的话就要看了 嗯 这个学生如果上private high school和public high school 他的这个GPA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见过4.6以上的 嗯 呃 这是一个私立高中的学生 呃 那呃 其实呃 很多公立高中的话 如果是你真的是只是在学校里面 就上上这些课 可能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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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不错啦 对 好的 呃 疫情期间UC对义工的要求有变化吗 呃 那UC的话他在conference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他理解在这个呃 疫情期间大家会有一些困难 就是在这个找这些activity的时候 那他鼓励说学生你能做 呃 你尽量做就是说你能做什么你尽量做 比如说呃 你可能在家里面帮忙也是一种也是活动的一个形式 就是他们也理解说今年的这一批学生他的整个profile 看起来会跟往年完全不一样 对 很多东西在这个秋天在从春天到秋天就今年一年啊 都都是停滞的一个状态 但是说实话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学生虽然说都在家里面其实就根本没有闲着 所以啊 其实还是看个人 还是可以找到的 如果你真心想找的话 其实是可以找到的 那如果你可以有的话 自然对你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嗯 OK好 那下一个问题 呃 请问孩子已经考过sat 建议加sat subject test吗 呃 目前是全A学生十一年级 呃 如果他可以handle的话当然啦 因为呃 说实话 呃 就拿UC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也太短了 OK 呃 他们也明确提到说如果你想申请我们比较competitive的major 的话 我们不看sat1 因为 因为他如果testblind的话他看不到sat2 但是你的sat2会被我们拿来做一个考量 就是说你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 对 sat2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包括ap 对虽然目前是十一年级的学生 但是这个也要早做打算 嗯 sat subject 像以后如果还继续沿用这个testblind 或者testoptional的话 那sat subject test比重肯定会加上来的 嗯 12年级学生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现在11年级 现在11年级吧 我也建议说11年级一结束马上开始 嗯嗯 6月份的时候吧 你就要开始考虑这件事情了其实 对 我们的申请记呢 就是11年级的暑假 就6月1号 就正式的进入12年级申请记了 我们很多学生在暑假的时候除了去做活动啊 然后文书什么的也都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起稿了 下一个问题 我认识 我认识 to pay back to the community but doesn't have certified hours is a presidential award important? Presidential award的话 如果你可以自己 有一个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真正的 有 added value的话 其实presentation award 对你来说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但我的前提是 你真的可以做到实事 对 就是还是看 如果没有其他的活动的话 那这个award 也会有一点用 但是如果有其他更好的 Presidential award 它这个hour是很多的 好的 如果现在孩子 才拿了三门AP 那么明年是多花些功夫 在多的AP课上 还是选SAT2 真的要看这小孩的成绩 对 我觉得这个要综合考虑了 这个不是简单的说 AP好 还是SAT2更重要 这个要整体的整体来看了 还有根据你要选的专业啊 什么的 对 好的 那如果家长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来电或者是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 然后呢 我们每周的讲座 会在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公布 如果有想加入到我们微信家长群的家长呢 也可以扫描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 然后我们每周六晚八点 我们不见不散